這些股票可以一聲升到你不想 你不可以太過數字化去看投資 整個大環境是不同的 經濟都頗差 但樓市仍然是折折上升 Cash is clean 已經過去了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大家看到今天我們又不在Studio拍片 我們去了外景 上環一間二樓咖啡藍鳥咖啡 大家可以來嘗嘗咖啡挺好喝 我身邊是C先生和浩德 我們仍然在Finance30平台播放 今集第二集出外景 C先生上次問過你喝紅酒 其實平時會不會多喝咖啡 我年輕時反而有飲咖啡 大概十多年前 有時開始有失眠 不敢喝酒 一喝就認譽今晚 不知道會否睡不著 整天想睡不著就更加睡不著 所以不敢喝酒 繼續喝酒 酒反而喝酒會好睡一點 浩德多喝咖啡 我很多 我睡不著可以看美股 我知道你好像不下奶 我喝咖啡 我咖啡也覺得咖啡好喝一點 小時候喝多點奶多點糖 大過後口味有點轉變 所以你咖啡酒都適合 小時候少喝咖啡 今集過了幾個星期 我都有說過中國的話題 今集可能是焦點在中國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投資市場都挺慘淡的 先是科技股壟斷 教育股被整頓 豪島股、地產股 有很多不同的版法都受到調整 最新實體經濟都有問題 限電令 這兩個星期似乎很嚴峻 尤其是北面 甚至乎在城市都是限電 令到經濟活動影響比較大 我先慢慢好 其實這個形成是否突然發生 還是其實醞釀了很久 不過在年底的時候 用電高峰在北方才出現 其實限電近兩個月 就罵得最慌 不單止現在工業用電有影響 居民用電也有影響 但其實就不是今時今刻才出現 其實如果大家記得 去年年尾中國已經有限電的情況 其實整個圖像其實有很多原因 令到現在那個情況就真是最嚴重 因為大家也知道 其實在疫情底下 中國就做了一個世界工廠的角色 其實外國很多的生產 由於疫情影響 其實就暫停了 所以就是將那個需求和生產的過程 而施在中國 所以其實中國在疫情期間 那個製造業出口數字是非常強勁的 今年如果大家看一些雲觀數字 即製造業出口 是說按年增長兩三成的 所以其實很多工業活動和製造活動 都是來了中國大陸 變成用電其實最主要都是製造業 所以這個其實帶動的需求是很厲害的 同時間今年你見到很多的大宗商品 譬如鋁、鋼、鋼、鋼等 很多年都未潤過 突然間今年全部都升上去 大家見到原來有錢賺水漲船高 大家都拼命去製造鋼、製造鋼 那些耗電量高 其實又添加了今年用電的情況 第三就是大自然 今年大家知道中國大陸 整體的氣溫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就開冷氣了 因為現在我們腐朔一點 熱就開冷氣了 這些疊加作全部都是 今年為何突然用電的需求 其實是挺高的 比我們GDP高很多 即使在限電這兩個月最高的情況 其實七、八月份 我記得在我們節目代表說過 用電是最飆青的一個指標 今年第一、二季其實是升了十幾個百分比 比我們GDP更加強勁 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這樣 內地就有些另類的解釋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過 說到是國家的戰略部署 我聽過有個類似KOL說 打一盆大棋的其中一部份 當然這些不是國家說 是民間網上的流傳 他們的解釋是怎樣 當然更加可能的原因就是 澳洲不買澳洲的煤 那就是缺煤 他們不是說因為澳洲不買澳洲煤 缺煤就引起缺煤發不到電 其實發電發得多過之前 只不過需求大真 為什麼國家要作戰略部署呢 就是他說現在西方國家 開始開放和病毒共存 所以就生活正常化 需求大真 但是那些第三世界 印尼、越南、馬來西亞 那些疫情很嚴重 打疫苗也不足夠 變成生產停頓 本來美國之前和中國打貿易戰 想不依賴中國去其他生產國買 現在其他生產國沒有生產 被迫又會光顧中國 變成中國的需求大真 但是他們說有一個 預先要準備的東西就是 你現在西方國家或者美國 就光顧你買 或者遲些第三世界的又開始生產 他們就回到那裡 他們長遠都不想光顧你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物趁你需要時 你拼命增加產能 將來產能過剩 你不用那麼多 將來不光顧你 臨時光顧你 他們說你臨時光顧我 我的民企有生意 拼命做 又加生產線 又買原材料 現在的原材料 就被他們買到貴了 新產線擴大 將來不光顧你 你就貂空浪費 所以他們說這個時候 故意不供應電給那些廠 等它沒有擴大生產線 不會產能過剩 同時借這件事 令到美國通貨膨脹 這個我就聽過 因為生產少 去到那邊 不夠分就搶高價錢 現在其實 英國最近因為司機問題 能源又不夠 汽車入不到油 超市又沒有東西買 美國都有超市買不到東西的情況 有些人估計聖誕節期間 美國人聖誕節大量消費 中國限電 有些貨又運不到 現在加上貨運貨櫃又貴 美國就聽 年尾通貨膨脹 驚人 當中美較量一種手段 當然究竟哪樣真 大師先生你信不信 我自己就信 要找些東西來解釋這件事 多於部署 如果是我其實教過中國做這件事 不過你們沒有留意 我說中國買去美國的產品 之所以這麼便宜 不是買不起價錢 我說你賣貴一點 美國也要買 因為別處買不到 為何會這麼便宜 是中國民企自己頂爛市 A廠和B廠欠崩頭 你又便宜一點 他又便宜一點 便宜到中國自己也賺不到錢 總之就頂爛隔離間廠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建議中國政府收出口稅 美國人說 你們傾銷 我配合你 我不傾銷 他們賣來美國 我賣給額外的稅 令它沒有出口 但美國還要賣 那些廠不收就政府收 最好用停電 假如沒有影響需求之下便收多一筆 是的 無謂自己欠崩頭 你們欠崩頭 內部鬥完 國家再加一筆上去才賣去美國 這個便不用停電 現在冷氣都沒有 這些地方是民生 所以這不是最佳方法 如果他真的想做 用我的套錢很多 又有錢收 我們下次請經濟學教授 和先生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因為加稅的影響 我詢問一下 有一種說法 其實中國限電 如果撇除陰謀論 其實電費太便宜 令到電廠不願意生產 從而令到整個效率很低 你同不同這種說法 電費究竟是便宜 國內電費 不是市場價格 大家知道 是政府指導 其實法國委和物價局有決定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 都曾經嘗試將它自由化一點 但其實因為電影響民生很多 當然如果總體中國的用電量 其實真的居民用 其實就不多 可能十多二十個百分比 很多都是工業相關的 但是過往一段時間 其實電是非市場化的 但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大部份發電企業 在國內都是國企 而發電企業最主要的成本是煤 煤大部份都是國企 所以都是計劃指導色彩底下 國內電費都分開 雙用電費和民用電費 如果民用電費便便宜 雙用電費便相對貴 現在有些人買樓 買那些叫公寓 公寓其實是商業契 所以你買那些樓 電費也較貴 可能香港朋友就不太清楚 香港用電就是中電或港燈 國內發電有發電企業 但發電企業就直接 不會直接賣電 很少可以直接賣電給居民或企業 一定要上電網 所以上網價就是發電企業的收到的價錢 即是上平台 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都沒有什麼辦法提升 近期你見到 煤價 例如今天應該是創新高 如果你看回循環島5500卡 所謂國內叫動力煤 其實就是1400元一噸 1400元一噸大約截算發電成本 一度電可能要到5、6日 基本上 不要計算它所謂的折舊成本 因為發電廠最貴的成本就是起出來 那個是折舊 第二個現金的成本就是煤 其實現在單單計煤價 都不能夠 不夠比 所以每發一度電 其實煤電的公司就是輸的 大家要明白 在國內發電的結構 我們當然說炭中和等等 其實到現在 我們中國大陸都是全世界 挖煤最多的 但用煤和進口煤都是很多 因為我們差不多七成的電力 都是用煤發電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電力公司的煤價這麼貴 他們又沒有什麼商業誘因去發電 如果跌加的需求這麼高 就產生一個圖著 就是很多人沒有電用 但電廠又不願意去加大發電 其實發電短期都是不容易的 另外電費不容易拿到 電費貴 都是中國政府 令產業改造的一個手段 就是想那些產業 不要做那麼多高耗電 高污染的產業 要轉型 要轉型 例如高科技 即使做一些電子 都不用做煤鋼 那些耗電 施先生提出一點 這段下半年的觸發點 就是國內有一個所謂雙控政策 雙控政策就是 控制發電的強度 即是耗電的強度 以及總體耗電量 這就是施先生說的 希望大家做些太過低震 當中和承諾了2060年 就要減少用煤來發電 增加用風能 太陽能 但你見到現在這段時間 限電限得最厲害 其實就是看上半年 哪些地方 成績表交不到 被人圈了公仔 江蘇、廣東、新疆、雲南 上半年 其實未在有問題之前 其實他們的耗電量都太高 他們現在地方政府 都有炭中和的指標 因為我們中國希望炭中和 2030、2060這些 都不是泛泛而談 都是希望落實得到 很多政策就要去到地方配合 現在那個地方 就被中央上半年出了成績表 發覺耗電太高 其實都是 你會見到這段時間 限電最厲害 都是有一個匹配 剛才這樣說 其實不是發不到電 亦都不是不夠發電 其實類似是樓一樣限購 或者限制供應 令它出現問題 這就是外面都不能夠知道 如果你說整體的發電量 其實是比之前高 以前我們的總理叫甚麼 上一個是溫家寶 現在是 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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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發電量來看經濟狀況 他說更加準 現在只要看發電量 我們的經濟是好 不過因為2030年要排碳到頂峰 即是你不准再加 起碼不增加 你突然間發電量增加那麼多 其實那個排碳又排多很多 所以它在這個角度都要押 蕭先生你猜有甚麼影響 雖然有目標 但始終停了生產 甚至乎經濟活動都停得比較多 可能晚上不外出 現在是你增加太快 它不讓你增加那麼快 剛才大陸自己私下說戰略部署 西方的說法就是 我不賣煤給你們 現在死吧 你看看你不賣我的煤 你電也沒有 究竟哪有人討我們看不到 你會擔心內地經濟在第四季 因為這件事會影響 從而再影響股市 雖然可能已經影響了 第一就是過去兩個星期 那個限電的情況 其實突然間市場就比較害怕 因為大家要明白 電的供應給你一點點理解 因為電為何要限 因為電是很難儲存的 如果大家知道 當然我們現在有寧德時代有電池 這個所謂理電池 但如果真是以一個很大規模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科技 未能夠做到很有效的儲電 所以電廠的供應棚的需求 假設有問題 其實是很大件事 電網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即是用家居的概念 像是燒Fuse 一般人家燒Fuse 便會發電 但一個電網是很大的事 所以現在的限電 其實是很難去預測的 即是可以突然間 電網發覺不夠 它便會停一停 所以這個令到沒有辦法 很容易去規劃它們的生產 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會對製作業有影響 但我覺得市場是會調整的 這兩個星期 我覺得就是因為 大家剛剛感受到限電的情況 其實很多企業的生產 程序或節奏被打亂了 但我覺得中國的 尤其是製作業的民企 其實都挺靈活的 我覺得會逐步調節 為何會認為純加價可能比限電好 現在你不知道 限電的原因 是因為煤不夠 或是政府覺得你用電超標 要制裁你 即是如果是 它本身的用電超標 代表它的經濟很蓬勃 才會超標 所以這段時間不是經濟增長下滑 因為不供電 經濟增長下滑 而是經濟本身增長太快 它才會難你 當然有些人說 難工業就行了 不用難民生電 可能一個原因是 它自己一下子管理上未跟得上 要不就真的要靠外來輸入的煤 比重還是很高 會否有甚麼辦法 在這刻 你認為投資者要小心 或者相反有得益的可能性 現在暫時見到 其實九月份 我們聽一些公司說 其實就真的開始感受到 有限電的情況 譬如說 比較明顯一點 我們已經在數字上感受到 譬如說 雲南 或者是新疆地區 大家一說新疆 就除了美國受盛 我們新疆有一個人權問題 另外新疆有很多光復的企業 近期都開始說 由於限電 令到工業的硅 即silicon的材料有影響 從而令到多晶硅的生產成本上漲 都開始見到 由於限電影響到其他物料的漲價 因為停工等等的問題 當然這些可能反而受惠 即是水漲船高 因為那些公司 雖然它都會受製造的影響 不過它有所謂的存貨 那些存貨就全部突然值錢 那些公司可能會受惠 但整體擔憂就是 現在的製造業 現在大約是趕著去美國 出口聖誕的檔期最緊密 就是這段時間 九月十月 其實可能有些關鍵的零部件 會不會 即是好像汽車芯片一樣 其中你可能整輛車 那麼多東西當中 欠一塊 其實就可能做不到這輛車出來 現在大家開始有點擔心 但大部份我們接觸到的公司 暫時都覺得可控 但這件事如果持續一兩個月 可能在第四季 很多公司業績 就會有一個比較實際的 可以統計得到 所以都要看這件事是否會持續 師先生 我們上兩個星期 除了限電 我們剛剛說到 其實內地另一個問題 就是恆大的風險 其實前一星期 師先生曾經說過 應該會先幫助買樓的人 然後慢慢才會有其他 最後可能是債券扯人 最後才是股東 似乎事態發展都是類似的方向 師先生有甚麼特別的更新 你覺得雄大這件事 會否已經告一段落 或是好轉 當然未告一段落 好轉 好像他有些到期的債息都給了 聽聞 在案的首先是到期 他沒有還 不過他用一個方式就是 場外傾債 即是他自己直接偷過 私利亞債 即是他持有恆大的債券 在案債券的持有的人 他們自己私了 所謂的事 究竟有沒有還還多少 其實外界就不知道 至於離岸的債 其實在二十多日有兩筆都是到期 大約是幾千萬美元左右 那些其實到期都未還 不過技術上他又未叫做違約 因為那些債券全部有些條款 其中一個很魔鬼的條款 就是說他需要還錢那天 還不到 但都有30天的寬限期 即30天都真的還不到 才叫做技術上的違約 即可以再拖30天 是的 所以現在暫時是比較尷尬的狀態 他既是未還錢 但又未算到還不到錢 以現在的情況 我們反而 軍龍灣是一個恆大的項目 在青山公路 這個項目我們也幫他賣了不少樓 其中一群已經完成交易的 那些都有700多萬的佣金 最近付款 他都希望經紀繼續幫他賣樓 不付款經紀不做事 即他也要賣正如樓 即他要公司持續運作 蓋樓交樓收錢 他才可以解決債務問題 如果你說現在經紀 各個不肯幫他賣樓 他蓋好也賣不出 那些錢就沒得回籠 孟先生這是一個大新聞 他有還錢 有還少少 不過其實恆大的老闆 許先生都有自己親自提及這一點 其實就是 很反映到恆大和中央政府的立場 中央政府說清楚 最重要的是補交付 恆大老闆說清楚 一定是補銷售 因為他認為銷售一斷 其實就沒得反省 但實際上現在是銷售停頓了下來 因為人家幫你賣那個 不知道你將來交不交到樓 收不收到佣 為何現在交樓難了 就是很多建築商未收到錢 他不肯再花建築費下去 所以工程去到某個位置就停頓 最新消息是 就是傳出希望央企可以收購不同恆大的業務 會否這件事都是在進行中 以你理解 或者是很大機會發生 這個似乎是 當然去到這個 都要去到阿爺拍板 但是大家都有這樣的合理推算 因為在補交付的情況下 就是說買了出去的樓 要繼續可以交得到 不可以影響到買了樓的人 不可以影響到整個行業的生產鏈 要保持你的房地產的穩健 那你怎樣去搞下去 如果恆大已經沒辦法靠自己去生存 可能就是因為很多比較大的國企 都是大的地產發展商 包括萬科 華潤 這些 或者中海 這些可能將一些手頭的項目 接著來做 其實可能一個就比較難 因為恆大都成萬多億的資產 當然就不是淨資產 就是所謂的Gross 但是你要一間公司去吃下去 就應該沒有誰做得到 但是將它化整為零 即可能不同的公司 可能接了部分的項目 能夠順延交付 慢慢做到這件事 那就應該危機就會是 所謂的損失 或者牽連度控制得最好 在銀行來說 就樂於見到它交易完成 因為現在是 恆大獻銀行錢 恆大出市的銀行 就追不到那些債 因為它借錢給它發展的項目 如果它賣了樓 就會由小買家向銀行借錢 還恆大借銀行的錢 這邊借錢給小買家 那邊收回恆大的錢 雖然可能還借多了 也不頂 但是追求小買家 比追求的已經有問題 小買家買樓住住 爛尾的機會很少 所以現在銀行借錢給一手 不夠錢就寧願不借二手 二手覺得不重要 小而主就由它自己捱 但是如果不借錢給發展商賣樓 就很多不電 建築公司、經紀、裝修 和地方政府賣地的錢 都未收齊 所以無論如何 希望恆大這件事可以完滿解決 而希望下星期節目 就不需要再講壞消息 可能有些新消息刺激市場 向上走 今集時間到此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喜歡我們FINANCE730的平台節目 記得去我們的YouTube 或者Facebook Like我們的網站 而對司機有興趣 亦不妨去司機的網站 看多點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師生 我們最後要喝杯咖啡 生日結束 生日結束 希望市場很好 字幕志愚 decisions 你們才會 出發 照顧 這麼 知名